野生荷棒能不能吃 为什么野外的荷棒没人捡 难道荷棒有毒 在几十年前 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孩子们 夏天会经常在泡在水里 当时的河流就像是小型巨宝盘 河里的泥丘 螃蟹以及各种小鱼小虾都能抓来吃 不过荷棒却不那么招人喜爱 大多数荷棒都会被人们拿去喂鸡喂鸭 很少会有人捡荷棒吃 这是为什么 荷棒究竟能不能吃呢 荷棒是一种软体动物 它和田螺和咸等一样都是可以吃的 但是很多人做出来的荷棒都嚼不烂 还有非常重的腥味 味道比喻腥味还要难闻 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吃荷棒 但事实上 荷棒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 脂肪 糖类以及其他营养物质 对人体有很好的保健功能 在做法正确的情况下 荷棒的鲜美程度是丝毫不输生好的 除了食用价值外 荷棒还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是一种动物性高蛋白饲料 可以用来喂养鱼类 加禽 加畜 荷棒还是珍珠的摇篮 珍珠不仅是昂贵的装饰品和工艺品 还是非常珍贵的药材 磨成粉末状之后混合其他物质 在医学临床上被广泛使用 能够治疗多种疾病 荷棒具有丰富的食用和药用价值 为什么野外的荷棒没有人捡呢 在农村 很多人认为荷棒并不好吃 甚至有人觉得它不能吃 这主要是因为荷棒的生长环境较差 甚至还会携带寄生虫 荷棒主要在池塘 小溪或者水库底部活动 尤其喜欢在淤泥上层活动 每到河水干涸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 很多荷棒的身体都插在淤泥里 即使将它清洗干净 也能闻到一股淤泥的臭味 因此 很多人认为荷棒是吃淤泥长大的 但事实上荷棒并不是吃泥土长大的 它主要以水中的单细胞藻类 有机物碎屑或者原生动物为食 荷棒的捕食能力很弱 虽然说它不能主动去捕食 但是它可以将自己一部分的身体 藏在淤泥中 然后张开外壳 有食物进入后快速将外壳闭合 这样就能直接吃掉食物 从食物类型上来看 荷棒并不会对人体有害 只是经常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荷棒 身上可能会携带寄生虫 很多人接受不了荷棒的生存环境 所以不喜欢吃荷棒 此外 荷棒处理起来非常麻烦 如果烹饪技术比较好 荷棒是非常美味的 但是很多人都不会处理荷棒 也不懂得如何烹饪 在处理不当的情况下 荷棒的腥味就会非常重 即使放了香料 也盖不住这样的味道 煮的时间过长 也会导致荷棒吃起来很柴 嚼不烂 所以很少会有人吃荷棒 不仅如此 荷棒的个头看起来很大 但是真正能吃的肉却很少 十几斤的荷棒才有三四两的肉 再加上烹饪过程中 荷棒身上的水分很容易被炒干 最后剩下的肉很少 处理起来麻烦 还需要有一定的烹饪技术 这就导致很多人宁愿将它喂鸡喂鸭 也不愿意吃 荷棒并不受人欢迎 很少会有人捡荷棒吃 但近年来野生荷棒的数量 还是在逐渐减少 这是为什么 在几十年前 荷棒还是非常常见的 一摸一大把 不仅数量很多 个头也非常大 但是现在这样的荷棒就很少见了 其实荷棒数量减少也是能理解的 荷棒虽然在淤泥中活动 但是它对水质的要求却很高 荷棒需要在水质干净 没有受到污染的环境下生存 一旦水质受到污染 那么荷棒也无法正常生存 近年来人们大量排放农业 工业污水 使用化肥农药 导致农村地区大量水质受到了污染 荷棒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 数量自然会减少 此外 很多地区的河水都已经枯竭断流 在过去 小水沟在农村地区非常常见 但是近些年来 很多地区都开始大修水 很多小河流都已经汇集到大河中 导致很多小河流断流 甚至变成臭水沟 河棒的生存空间慢慢减少 人们也就很难再见到河棒了 农村地区河流小息的减少 只是一方面因素 另一方面 河棒在市场上并不受欢迎 很少会有人专门售卖河棒 目前大多数人工养殖河棒 都是为了生产珍珠 市面上很少会见到河棒 出现在水产市场上的大多数河棒 其实都是海棒 只是长相与河棒相似 河棒其实是可以食用的 人们之所以很少吃河棒 主要是因为河棒的生长环境相对较差 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 腥味很难去除 其实如果有成熟的烹饪技术 河棒也是一种味道鲜美的食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